政府推出一个新计划来协助有经验的专业人士转行加入物流业 这个计划是为了要为物流业吸引具备核心技术有关技能的人才 科技和创新在物流业越来越普及 业者正不断寻找具备相关技能的人才加入 有意转行到物流业的人 现在可以登记加入一个协助更好的开始新事业的一年期计划 其中包括课程 在职培训和资深业界人士的专业指导 本地经济增长中的大约7%来自物流业 物流业也雇用了约20万人 这项计划7月开始 目前有10家公司参与 通过计划提供就业机会 参加计划的职员所属的公司 也将获得工资和学费补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的计划提供的职员所